有天下崩毁 臣妾戴罪之身 实在无言面声 请皇上恕罪 皇后静身宿助 客贤内责 何罪之有 是臣妾疏忽 没有考虑到 兰妃妹妹产后的心情 导致兰妃妹妹就这样走了 臣妾愧对祖上 愧对皇上 快起来吧 臣妾 谢皇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知是臣妾平日吃斋念福不济 还是兰妃妹妹 务员替皇上产下一儿伴女 兰妃所产女婴 快 给臣看看 皇上 您看看 可是 皇上 您可不要被这个孩子的表面给迷惑了 这个孩子可是个妖孽呀 您看 这 这怎么回事啊 这个孩子他是个妖孽 微臣当日在殿上就说过 祥瑞过了急便是妖 这个妖是要害人吃人的 所以她一出事就害死了生她的亲生母亲 以微臣所言 这个孩子是个天煞孤心 不可挡 孤客六亲子 死娘亲 是 皇上 孩子虽然没了亲娘 若是皇上恩准 臣妾愿意亲自抚养这个孩子 既然是天煞孤心 就留不得 微臣明白 那还不快去 遵旨 臣妾先行告退 皇后娘娘请留步 听说你调遣了我们东厂的人马 现在他们去了哪里 去做什么了 怎么 曹公公对本宫的意志有意义 奴才不敢 只是我是堂堂东厂的厂工 却不知道自己的人去了哪里 去做什么 你说我这面子 忙哪个哥 曹公公所言极是 这个妖女诞下后 兰妃娘娘的包凶于海 就自认是罪孽深重 连夜逃走 微臣是怕皇上丑闻 闹得是满城风雨 所以就连夜集合东厂的人去到渔府查个究竟 可这一查 竟然查出这渔海 思通江湖乱党 意图谋反 什么 于海就是要谋反我大明的罪魁祸首 正是 皇上 于大人常念镇守巴蜀 守望重兵 这会不会是有心人背后的重膳 皇上 臣妾以为 既然兰妃已死 若是放于大人回到巴蜀 定会起兵谋反 于海全家 满门抄斩 不管他逃到哪里 你们俩 都把他给我找回来 遵旨 曼玉楼 你还有脸站在这儿 今天真是得谢谢你 差点让我跟皇后娘娘的相上人头 都保不住 陆才不敢 万国就严恕罪 侍女说的要斩草除根 可现在呢 于海已经逃了 那个孩子是男是女 你都不知道 还说什么要效忠于皇后 你就这么效忠他 好了 都是自己人 何必内讧呢 有他们的消息吗 回娘娘 奴才已经派人封城 相信很快就会有余大人和那个孩子的下落 很快 很快 很快就让他们逃了吧 如果今天不是我令皇上最担心最害怕的死血 我看你怎么收场 好了好了 国舅 我说你不愈的 少说两句吧 万公公已经禁地了 下去吧 奴才遵旨 站住 主子还没谢 你谢什么谢 好了 国舅爷 不是为兄威严耸听 这个万语楼忍辱负重 能爬到现在这个位置 这足以证明这个人 深不可测量 我知道你对他有偏见 不过本宫 现在身边只有他这么一个 值得信任的人 我这句话就料在这了 这个人是很有野心的 他不会一直就默默地 守在你的身边 为你效命 早晚有一天 他会报复我们的 好了 我知道 这一次多亏了国舅 皇后和国舅都要我除掉你 而我却偏偏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提禀公公 太医院的幼儿院判断 这是你 让我开关呢 咋在这些人 明是你开关呢 也有一点汽油 你给我开关呢 不愿意 默地 万公公 你叫我来 究竟有何事 封大人 请 封大人 你和我都是皇上身边不可缺的 虽然我们各司其职 但我相信你跟我一样 你我对皇上都是忠心耿耿 我就开门见山地问 那个婴儿是男是女 她在什么地方 现在有人保护她吗 兰妃娘娘生产的时候 汪公公不是跟我在一起吗 而且你又把兰妃娘娘的女儿抢走了 还反问我她安不安全 我就知道 封大人会误会我 皇后心狠手拉要除掉兰妃 我们做下人的 保不住大人 只能保孩子 皇上是我的主子 小公主也是我的主子 作为奴才 怎么能做出伤害主子的事呢 我知道蓝主子生了两个孩子 那个孩子在什么地方 是不是已经被封大人 偷运出宫了 汪公公 你要记着 我可是太医院的院使大人 你只不过是东厂旗下一个小小的太监 既然封大人不肯说 那我就不逼封大人 若没有其他事 在下告退 大人 请留步 我知道我说什么 你也不会相信我 封大人 请跟我来 这边请 封大人 请 公主 公主居然没有死 她怎么会在这里 我请封大人来 就是想请封大人 帮这孩子治好脚机 太医院的其他人 我都不相信 我只相信封大人你一个 汪公公 在下误会你了 你既然这么相信我 我一定会治好公主的脚换 那 公主就交道给封大人了 兰妃娘娘死得很冤 可是她的确为皇上 生下了龙主 我已经把她交给于大人了 孩子非常安全 太好了 真是多谢封大人 今天 是 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干什么 快起来 你对本宫行刺大礼 难道还在为国舅的事情耿耿于怀 奴才只是个东场的小小情乎 何德何能可以跟国舅爷计较 皇后娘娘 您言中了 国舅的脾气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 他就喜欢小题大做 好了 不开心的事情就别想了 快起来吧 我还有话问你 刚才你见的那个人是谁啊 那个逆子除掉了吗 那个孩子我不想杀 什么 咱们千方百计就是要借皇上之手 除掉兰妃和他的孩子 如今皇上已经首肯了 你倒是退缩了 难道是因为你心软了 国舅爷的话我并没有当真 但有一点他提醒了我 我现在已经是个太监 旗下不可能儿女成群 百年之后 也不可能有人给我送终 我知道 咱们曾经私定重身 我也答应过你 要为你生儿育 这一切都是命 既然你进了宫当了皇后 我就不可能再成为你的夫婿 我可以追随你 可以做你身边最亲近的男人 我不可能再有快乐 但是我可以助你 得到最高权力 玉璐 不可能 玉璐 你真的打算 收养那个孩子吗 我收养他还有一个目的 狗皇帝抢走了你 我就要抢走他的骨肉 我不会让这个孩子知道他的身世 他也永远不可能知道 他就是大明公主 我就把他留在我身边 兴许有诏一日 会为你我所用 会为你我所用 我都听你的 让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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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不管你是谁 我现在能做的 就是让你好好睡一觉 干什么呢 干什么呢 来 我坐这儿啊 对 别急 行行行 走 你们两个去那边 是 来 你们两个那边 后边 后边 你站住 干什么呀 闪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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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 够闪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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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 站住 没有什么 开走来 来开头 来开头 新事啊 好 开 好 这不上事了 这不上咋子 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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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干什么 来来来来 快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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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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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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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还是 来 喝咱们 喝咱们 兄弟 你要干什么 来给你做笔买卖 买卖 什么买卖 奇怪啊 只要你们帮我把这个孩子 送到关外的万马堂 这些金子全是你们的 全是他们的 看看看看 金子 好 这么多个量 看看 这又要拿 这玄奏多少钱了 我不识字 多少钱了 这么多钱了 怎么 谁先去这一门 抓姜甫子 你这把眼睛给我得看的 上 上 上 来点 上 上 撤 这么多天过去了 连个人影都没搜到 一群废物 皇后娘娘驾到 退去 退去 本宫从风长阳手里 把你女儿接来了 我看看 她怎么敢给你的 本宫想要的东西 谁敢阻拦 这婴儿怎么变样了 小孩子长得快 一天一个样 你看 她是不是变好看了 是 是 是 我看看脚肌治好了吗 风朝阳原本想给她开刀 后来怕留下残疾 就用她家祖传的针灸和推拿的技法 把孩子的脚板和筋骨都推回了原位 这个风朝阳真是个神医呀 好了 你现在女儿也有了 孩子的脚也治好了 本宫也顺了你的意 你就好好养着吧 多谢皇后娘娘成全 对了 对了 城里的事查得怎么样了 还没搜到他们 但是我已经叫人 把城门全都关了起来 我相信 于海和那个孽种插翅难道 还有 皇上突然召见我 好像要翻查此案 想不到皇上为了这个贱人 还不死心 你打算怎么向皇上交代 风朝阳 他知道的太多了 万不得已 我会把所有责任 都推到他的身上 你有主意就好 风朝阳这个人留不得 赶紧去办了吧 是 东厂千户万玉楼 太医院院士封朝阳 女医官邱海棠带到 奴才叩见皇上 太医院院士封朝阳 将将医官出事 朕要你们把当日兰妃娘娘生产的情况原原本本的说出来一字不浪 你们两个都不说 万玉楼 你说 切禀华长 奴才指着奉了皇后的一旨在宫外等候消息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奴才一概不知 你们一个个都不肯说实话 你们一个个都不肯说实话 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皇上 朕还是不是你们的九武之尊 奴才该死 特别是你万玉楼 你知不知道严玺宫是兰妃娘娘的产房 朕早就说过 任何人不许踏进严玺宫半部 万玉楼 你罪该万死 皇上饶命 皇上饶命 皇上 皇上 臣妾当日出于一片好心和爱护 才命万公公到严玺宫跑一趟 想看看兰妃有什么需求 若皇上因此定万公公的罪 那就通通怪罪在臣妾身上吧 孩子已经被朕刺死了 事情怎么会发展成这样 皇上 当日国舅曾说 兰妃所生的孩子 是天杀孤星 顾客六亲 是皇上亲自下旨 将孩子赐死 皇上可千万不要听信一些 居心叵测之人 在皇上面前 布弄是非 造谣声势 朕最近 为兰妃和孩子的事情 一直耿耿于怀 无法安睡啊 皇上 臣妾希望皇上 以江山社稷为重 兰妃之事 毕竟是一件丑闻 万万不可传出宫去啊 皇后今日来找我 究竟想说什么 皇上 万公公与此事毫无关联 不如让他先行退下 万玉楼 奴才在 你先退下 谢皇上 谢皇上 皇上 兰妃生产之事 一直是由这两位太医负责 因此 太医院院士风朝阳和衣冠秋氏 则无旁贷 皇后娘娘 这件事情 和她们两人有什么关系 就是因为她二人替兰妃接生 若是换作他人 或许这悲剧就不会发生 再说了 事关后宫不祥之事 不可以让任何人泄露出去 那依皇后的意思是 封朝阳 秋氏 留不得 臣罪该万死 那就 皇上 既然封朝阳和秋氏都有罪 那就交给奴才来处置吧 奴才把他们收摇在西场的天牢 好好审个明白 好 尤家 这两个人就交给你了 给朕带下去 遵旨 来人 把封朝阳和秋氏带下去 来人 皇上 那不曾就先行告退了 好了 你也退下吧 是 是 小小看一看啊 不要多多 不要多多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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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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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 这个人不是我 你干什么的 我们赶着处城去官位 我最前能处生你 这里都是 这都是你的人 是是 好 走 走走走 好好好 方便一个 过来 老板 别包他眼神 好 大家看看 您慢 走吧 包子包子 大型窟窿的包子 这是什么 官爷 我这些都是上好的私仇 经不起官爷的大刀 次来次去的 万一捅个窟窿 我这趟可是赔本买卖 官爷 没有鬼 你紧张是吗 行个方便 官爷 官爷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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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怀安女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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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都不想说 那我就称称你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娘娘 当日若不是皇后娘娘在皇上面前替我求情 放过一马 奴才恐怕会像风朝阳和秋海堂一样的下场恐怕就再也见不到娘娘 你这是干什么 快起来说吧 娘娘 奴才还想为娘娘排有解难 可是奴才只是个小小的掌刑千户 如今曹公公也回到了白护堂 而尤家又步步相逼 恐怕 奴才还未能为娘娘效力就已经丢了性命 奴才不是怕死 奴才是怕死了之后 娘娘身边再没有个贴心的人了 玉露 快起来说话 只要你稳妥地替我把这件事办好 只要你稳妥地替我把这件事办好 你想要什么 本宫都答应你 谢谢娘娘 你稳妥地替我把这件事办好 你稳妥地替我把这件事办好 万公公 公公 是皇上宣往觐见的 国舅爷还在御厨房 皇上让你等一等 禀皇上 禀皇上 这些都是我查到的 离海过去的旧部 这些人都是心怀异心 效忠离海 都得通通铲除 否则透唤无穷 离海的罪证都没查到 怎可珠连那么多位大人 离海 离海现在是朝廷侵犯 行踪是下落不明 万一他暗中联络就步 回到巴蜀 起兵谋反 那就是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放屁 朕至李江山 什么时候轮到你指指点点 别忘了 你只是个外戚 以后有什么事 太和殿上给我递奏折 出去 万公公 皇上宣您进去啊 奴才叩见皇上 都退下吧 是 万语楼 起来说话 谢皇上 你刚刚在门口 一定也听到了 朕痛骂国舅 他实在是一个 不知好歹的东西 皇上叫奴才来 到底有何吩咐 自兰妃之死 朕一直欲语寡欢 吃不下睡不着 国舅连通群臣 走于海造反 可朕觉得那是无稽之贪 可是皇上 不是您下令抄家 还颁发了余大人的通气令吗 这都是被他们给逼的 朕这个皇上 当得实在是窝囊 我说 刚死了艾妃 现在又没了女儿 万语楼啊 你一定要秘密的帮我查清这件事 起兵皇上 奴才只是个小小的千户 奴才的主子是东厂的都主 如果这件事 让曹少钦和尤家去办 那未免动静也太大了 这样一来 会搞得满城风雨 朝野上下 必定人心大乱 所以 万语楼啊 你要明白朕的苦心 桌上那张名单 分明就是国舅 要借我的手铲除一击 如果我真信了他的话 我大明的忠臣 全都会毁于我手中 那 那皇上 您就任国舅爷 这样无法无天下去吗 那还不是因为皇后 至于那个国舅 朕从今天起 就根本不想再见到他 来 万语楼 刚才你为什么要进御书房 皇上召见你到底是为了什么事 国舅大人 奴才的主子是皇上 皇上召见奴才说的事情 似乎没有必要跟您通报吧 还要打人 你这个狗奴才 当初如果不是我一念之人 早就送你上西天 还能留你在宫里当太监 那奴才可要多谢国舅大人了 要不是您 奴才还不能在皇上皇后身边伺候他们 那今天奴才也送您一句话 你敢跟我说什么 功高盖主 不必死路一条 你 什么 皇上要为于海平反 封朝阳和秋海堂的死 让皇上已经起了疑心 皇上现在已经不怎么信任东西两场的独处 所以他密令 让我暗中独自调查清楚 让我暗中独自调查清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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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